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字乌论证是一个用来反对人工智能的可能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哲学论证 非常非常的有名啊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汉字乌哲学论证是谁提出来的啊 他是美国哲学家塞尔啊 也是年纪比较大了三二年生的 那么他的书呢应该说在中文世界里面流传是比较广的 比如言语行为表达语异象性心脑与科学对于心灵的在发现啊等等 我也翻过他的一本书啊 心灵导论 所以塞尔先生的那个文笔啊 是属于比较清楚明白的 是比较适合向初学者来进行推荐的啊 包括我自己在翻译他的书的过程中 就觉得翻译的难度比较小 基本上可以把他的书放在左边 电脑放在右边 基本上就看着英文就像弹钢琴一样把中文弹出来 基本上没有什么障碍 很多别的哲学家的书要比他难得多 好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 他提出的这个汉字乌论证是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就是心灵大脑与程序里面所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论证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学界很大的震动 就很多人都写文章反驳他 大家注意啊 引起很大的震动 不是有一大群人跳出来说这篇文章写的有多好 而是一大帮人就跳出来说这篇文章写的有多糟 反正那个 比如我举个例子 上节课我们讲的侯士达 他就指出 这可能是我看到过的最傻的哲学论证之一 这可能是就是西方世界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在西方国家 如果你要表达对一个著名学者的尊重 至少在哲学这个行当里就是写文章攻击他 这是很有意思的 我可以举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例子 比如像那个派利夏恩 他提出了一些关于视觉的理论 我曾经看到有些杂志上就一个专刊 讨论派利夏恩的理论有多重要 他的文章摆在前面 后面一大堆都是在攻击他 没有一篇说他好 Johnson也是这样 他自己在他的心灵导论里面说 哎呀 就我自己能够看的英文文章而言 那么很显然 关于汉字乌的这个反驳 已经有一百多篇了 反驳论文 那么在其他语言所写的反驳里面 可能还有更多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说明你文章写的好 所以大家来攻击你 如果没有人攻击你的话 就证明人家连攻击你的兴趣都没有 就是这是件很悲催的事情 这和我们的文化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我也是属于攻击他的一个人当中的一个 所以今天我会介绍一下 他的对于人工智能的反驳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我怎么站在我的立场上再来反驳他 当然客观上是为人工智能做一些辩护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该论证的重要的一个概念前提 就是对于强AI和弱AI的一个区分 或者叫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其实讲到底 实际上就是认为这个计算机 它本身就是具有性质的 只要它能够被恰当的编程 它就是具有性质的 有人说我们现在这台机器傻乎乎的样子 好像完全是个工具 它是没有性质的吗 他说那是因为它没有被恰当的编程 你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编程的方法 你如果找到一个恰当编程的方法 总有一天你能够造出一台 真正具有人类水平性质以上的机器 这就是强AI的一种观点 所以强AI这个观点 好像持有这种观点的人 在我们国家的文化圈里面不会太多 至少我在我的同事里面 如果是吃哲学办的行道 就问他了 你认为强AI是对的还是错的 很多人在本能上觉得都是错的 人怎么可能被这种笨乎乎的东西所超越呢 他们觉得这在直观上就是不对的 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论证 因为人类的直观往往是欺骗人的 你不能因为直观上觉得那些笨乎乎的东西不行 那个东西就不行 我随便可以举个例子来反驳你 我昨天正要看一个美国电影 叫Red Tale 就是讲二战的时候 一支全部由黑人组成的战斗机部队 怎么样立战功的故事 电影一开始就是一句话 美国的西点军校1926年的那个操点里面 甚至写了这样一句非常过分的话 说黑人是在智力上体力上 都要比白人更加劣等的东西 这句话我们现在都觉得不对 是不是 但是在当时的白人的community里面 你拿这句话问大家 直观上觉得这句话对不对 所有的白人都会说 直观上这当然是对的 黑人怎么可能在智力上和我们相提并论呢 是不是 所以等到这支黑人的部队 第一次为美国轰炸机部队做掩护的时候 美国轰炸机部队通过望远镜看到 来掩护他们的战斗机里面 做的都是黑人 长官都吓坏了 然后对手下人说 今天都是黑人来保护我们 等于什么人也没来 大家自求多福 这就是超级的边界 当然事后黑人的工作扭转了他们的边界 就他们第一次护航 竟然使得德国飞机没有一个得手的机会 让所有的轰炸机都活着飞回去了 这点让那些白人军官 种族主义分子极为震惊 好 我再反问一句 是不是有一天机器人会给我们这样的震撼 就像二战时候的那些黑人士兵 给那些白人军官的那种震撼 结果再过三百年 那些机器人可以智能到自己拍电影了 在这部电影里面 他可以嘲笑那些在我的校园里的那些同事 他们说人怎么能被机器超越呢 这是电影的第一个镜头 这是三百年前说的话 我把这句话写到书里面了 结果他们引用了 OK 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所以直观是一个超级不靠谱的东西 它经常引导我们走入思想的泥潭 OK 当然我不得不承认 在直观上大家都愿意承认弱AI观点 弱AI观点说的就是计算机 它只能模拟人类的性质 它本身并不是人类的性质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一些平行的问题 是和人工智能很像的 就是人工生命的问题 随便举一个例子 如果它有一个物种 它的生活方式 或者它的运动方式 甚至它的一些微观上的一些生物大分子的一些合成 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计算机模拟的话 那么模拟它的这些程序本身是不是有生命 就模拟生命进程的程序本身有没有生命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直观是说没有生命 它是用来模拟那个东西 模型和被模型者 这两者肯定不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再想一想 有些很有意思的一些例子 比如我们说电脑病毒 这到底是个严肃的想法 还是一个隐喻 很多人觉得是个隐喻 但你仔细看电脑病毒和真的病毒很像 它也有某种意义上的自己的DNA 也就是它的原代码 它和真正的生物学病毒一样 也有强烈的攻击性 而攻击性的目的是为了保存自己 并且疯狂的繁殖 难道电脑病毒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吗 在多大意识上说 它仅仅是一种隐喻 或者这种隐喻是真的 在多大程序上 它逼迫着我们重新思考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语言定义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open 都是open 当然我要指出的是在John Searle的思维框架里 他认为弱AI是对的 而强AI是错的 有一些哲学家 比如像英国的彭洛斯 甚至认为弱AI都是错的 这是比John Searle更加极端的一种观点 现在问题是哲学不是摆立场 你得讲论证 你如果没有论证的话 别人就未必理睬你的立场 那么John Searle的这个论证的框架是什么 这个论证的大前提是 每一种真正的心灵和智能 都必须有能力在符号和对象之间建立起一种语意关系 他都要知道红这个东西指的是真正红的东西 绿它指的是真正绿的东西 水真正指的是那种能喝的东西 这是大前提 小前提是这种语意关系 无法通过任何一台计算机所获取 无论这种计算机是用何种方式被编成 计算机没有办法把握符号和符号所代表的对象之间的这种关系 结论是计算机本身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心灵心智 所以强AI是错的 这就是他的这个论证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论证有两个前提 一个是大前提 一个是小前提 那么John Searle的中文误实验 思想实验是用来对付小前提的 他要证明为什么小前提是对的 好 现在我们往下看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汉字乌论证的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实验 这个思想实验就是为了证明 它的第二个前提 就是任何一台被恰当编程的计算机 是不可能获得符号和对象之间的语意关系 那么思想实验是什么意思 我讲的非常简单 因为这牵扯到科学史上的一个很长的故事 就是使用想象力去进行实验 所做的都是现实中没有办法做到的 或者还没有做到的那些事情 这就叫思想实验 思想实验作为物理学上的一个方法 在伽利略那里其实已经有端描了 那么在近代到当代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是爱因斯坦的孪生子的太空旅行的思想实验 哲学家也觉得自然科学家 尤其是物理学家的这种思想实验的方法很酷 原因是哲学家也是不做真实实验的那一类人 哲学家如果动手要做真实实验的话 就是科学家了 哲学家要保持两只手很干净 他们是Armchair Philosopher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你不想做科学 使得自己变成科学家 另外一方面你又必须让自己的学说的表述 在很大程度上有点像科学 不要显得太像文学 这是哲学家的一种很奥妙的形态 一方面是很害怕和科学家被归到一类 这样会丧失哲学的独特性 使得哲学和科学就没有分界了 另外一方面又非常害怕和文学家和诗人归为一类 这样不能够显示他们的专业训练所体现出来那些专业素质 他们会觉得文学家这种东西没有经过专业训练 你们没有经过Argument的训练 写的文章都像鬼话胡一样 我怎么能学你们呢 对吧 是这样一种心态 为了保持这种心态 他们就会偏好思想实验 我是在做此实验 所以你看和文学家很不一样 但同时他做的实验又是不动手了 因此和科学家不一样 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玩的问题 因为在物理学里面做思想实验 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有计算的 它可以有推演和计算 但是在哲学里面推演和计算 不像自然科学里面扮演很大的角色 到最后它的验证 在很大程度上靠的还是直观 所以直观是个幽灵一样的东西 一下子又冒进来了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要读当代英美哲学 就是要熟悉各种各样的思想实验 当然这并不是说近代哲学家不做思想实验 近代哲学家做了很多思想实验 我们上节课已经提到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 就是莱布尼茨的末方论证 如果把人的一个整个大脑放到末方那么大 你走进去 就完全是个思想实验 你在现实生活中挺难做到 挺难做到 当然还有其他的更有名的一些思想实验 那就是迪卡尔的一个思想实验了 可以设想我们的所有的认知 都在被一个邪恶的精灵所操控 因此我们能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虚假 在这种情况下 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怀疑的呢 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我再怀疑这件事是不可怀疑的 这也是个很著名的思想实验 所以思想实验 只不过是在当代英美哲学里面 全面萌发出来了 但是这里面的思想根描 在近代哲学里面 早就有很清楚的一个体现 好 现在我们来讲讲汉字乌 思想实验 任何一个实验都有一些初始条件 那么我们来讲讲 他的初始条件是什么 有一个说英语的背试 注意他不认识任何别的外语 被关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面 然后呢 他通过传递字条的方式 来和屋外的这个人呢 进行交流 屋外的这个人呢 是懂汉语 是个汉语言说者 他呢就是把用汉语写成的那个小字条 通过一个门缝 递给屋里面的英语的人 说英语的人 而说英语的人呢 他的任务呢 是递出一张别的 写汉语的小字条 给屋外的人 用这种方法 两个人进行交谈 而屋外的人的任务是 判断屋里的人 是否真懂汉语 或者仅仅是欺骗外媚人 实际上他不懂汉语 在骗外媚人 而屋内的人呢 他要想方设法的欺骗屋外的人 让屋外的人觉得自己是在 真正懂汉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条件 就是字条本身 只能够用汉语写成 你不能在里面夹杂英文字符 否则你夹杂英文字符的话 这就有点作弊了 再强调一遍 贝诗是不懂汉语的 而检测者是懂汉语的 而检测者首先不知道 贝诗是否懂汉语 所以他要证实或者证伪 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是在中文乌里面 或者汉字乌里面 这个贝诗本身 他有什么资源 可以用来做这个实验 首先他绝对不能有 英汉字典或者汉英字典 他如果有字典或词典的帮助了 那么他就可以查了 一查了他就懂汉语了 这是绝对不行 我们要断掉他这个念想 但他还是有一些别的东西了 否则他什么也不能干 有一个装满卡片的盒子 其中每张卡片都写着个汉字 我们假设他有很多很多卡片 比如我相信八万到九万张卡片 应该够了 可以覆盖历史上 我们用过的所有的汉字 OK 另外有一本规则书 请注意这是规则书 不是字典 这可以告诉规则书的使用者 在面对有哪些汉字所构成的问题时 他应当如何从盒子中取出相应的汉字 来构成合适的印打 那么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他规则书可以这样写 亲爱的用户 当你看到有人用汉字 给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你吃过饭了吗 那么你就把第984号A卡片拿出去递给他 然后948号A卡片上面写 我吃过了 谢谢 那你呢 可能就这样一个组合 递给外面了 规则书说 如果有人第二次问你 你吃过吗 因为有人在试探你 你把888号卡片拿出去 那么他就把888号卡片拿出去 888号卡片说过了 我知道你在测试我 是不是真懂汉语 你没有得逞 我看得出这个问题你问过 可能888号上面就写了这句 好 你想想看 一个人如果他是按照这个规则书来行事的话 他根本就没有机会知道 任何一个汉语表达是指的是什么意思 他仅仅知道 在怎样的汉语输入 我得到的情况下 我应该给出怎样的汉语输出 至于汉语输入和汉语输出 他们彼此之间是什么意思 我完全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们的意义 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 在以上五个条件被给定的情况下 我们在假设 屋子里的这个人 他行动的非常快 也就是说 他可以用几毫秒的速度 就读的读到了这个信息 然后就靠这些汉字 和他的规则书上的那些汉字之间的形状的相似 进行扫描 而且这人是个天才 他没有学过汉语 但是任何一点小的差别 你都不能骗过他 比如大和犬的差别 王和玉的差别 坑人和坑爹的差别 他一眼就能看到 这有差别 有一点多一点少一点 加一点 应该是这个 不是那个 好 再假设这个人很特异功能 就像美国电影的黑衣人里面的那些外星人一样 浑身长着手 以至于做什么事可以飞快的做 因此每次你在屋外 把这个东西弄下去 他突然就会有很敏捷的递出一个纸条 都写满了充满睿智的话 其中还有些中文网络术 网络上的那个语言 非常非常的天才 有人跟我说不可能 因为这个规则书是固定的东西 规则书他已经写的死定 是一个没有办法 在很大程度上是变成有弹性的 变成可学习的东西 一旦他写死的话 他就没办法更新了 好吧 假设规则书是在三天前写成的 而我这个背试的谈话持续了三年 假设里面的人可以一边吃一边谈话 我也有足够的耐心 而规则书在这段时间内没有更新 但是我就发现他在三年里面跟不上趟了 他听不懂很多网络流行语 有没有这种可能 于是我就可以判断他不是个说汉语的人 但是有人也可以这样反驳 比如塞尔可以这样反驳 假设规则书他本身是和互联网联系在一起 他有通过互联网进行学习新的那种与会的能力 所以他的规则书本身有更新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里面的人只可以照样装得很聪明 好 现在的一个情况是到最后 中文屋外的那个人彻底的服了 他根本就看不出这个人 到底是真懂汉语还是不懂汉语 他最后得结论说我分不出来 你赢了 那么按照这样一个想法 这个人是不是真懂汉语了呢 朱昌塞尔认为显然他还不懂汉 因为朱昌塞尔说 你可以说想把我自己关在房间里 你如果把我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来进行这样一些检测的话 我显然不可能通过这样一个输入和输出之间的 环地工作了解任何一个汉语词汇的意义 你叫我 你比如你叫我换一个任务 不是在汉语输入和汉语输出之间做转换 而是要在一个汉语和一个英文表达式之间做转换 我就傻掉了 我就根本不能做 所以从这种例子就会证明 将来的计算器就是聪明到这个地步了 现在计算器其实还没有聪明到这个地步 它也不可能真正具有知名 因为它不可能真正理解任何一种语言的这种能力 那么在这里它有一个很重要预设 就是中文乌的这个系统 或者说汉语乌的系统和计算器系统之间 有一种对应关系 比如汉语乌系统中的规则书就对应着计算机的程序 背试就对应着一个CPU 每一个被传递进来的问题就对应于输入 递送出去的问题 答案就相当于计算机的一个输出 所以就像一个能够恰当 应答所有汉语问题的背试 依然没有办法理解汉语表达式一样 一台计算机即使能够恰当的 应答所有的人类语言提出的问题 它也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人类的语言 所以CPU和背试在他看来是一回事 他们只是能机械的从巨法角度来搬运这些符号 这是John Searle的观点 那么从历史上看 John Searle的这个想法 是图灵测验的某种衍生版本 但是它是反其异而用之 图灵在1950年写了个很重要的一个论文 叫计算机器和智能 他就认为一个计算系统 它本身是否有智能的一个归根到底的标志 就是他在和人类进行交谈的时候 人类是否能够通过交谈 发现它是台计算器而不是人 如果计算机能够成功的欺骗人类 使人类认为它是人的话 那么这台机器就通过了图灵测验 所以他认为是否能够通过图灵测验 是判断这个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关键指标 而John Searle在这里提出的观点是反过来的 他认为你即使通过了关于汉语的图灵测验 你仍然没有智能 这就是这个思想实验要告诉大家的事 John Searle写完这文章以后很洋洋得意 他认为我这个论证为什么很聪明 为什么要比历史上的像迪卡尔这种人的证明要聪明 迪卡尔说你看计算机是一个很僵死的东西 很蠢的东西 当然迪卡尔是不知道计算机这个概念了 他会用一个机械装置这类的词 而我们人类是一个灵动的东西 我们做事情是有一个适应性的 有一个灵活性的 John Searle会说这个论证不是很聪明 因为将来计算机工程师可能会造出很聪明的 至少看上去很聪明的机器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说他不聪明 他将来就聪明了 你以前骂他不聪明的话 就必须得收回了 是不是 这就可以 可以说会引起我开始举的那个例子 是不是 以前白人种族主义者看不起黑人 那黑人证明他们现在能做很多事情 那白人种族主义者就shut up 而John Searle的论证牛到什么地步 你即使和我一样牛 或者你甚至表现的比我看上去还要牛 我仍然有理由认为你不如我 因为你只是看上去牛而已 你归根结底不能够理解任何一个符号的含义 John Searle认为我这个论证好 我一劳永逸的把他们的想法给堵住了 你们永远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和我纠缠 这是John Searle的这个论证 他自以为很得意的一个地方 当然我相信这个论证 没有说服大多数的哲学家 否则就不能够解释 为什么大多数的文章都是在攻击他的 我在网上只搜索到一两篇文章 是站在他一边的 后来一查写文章的人是John Searle 在贝克莱丰丰校的学生 这就说明在他学校以外 基本上都是反对他的 那么大家怎么反驳呢 有一种反驳呢 就叫那个他心应答 这个他心应答指的是这样 John Searle 好吧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我 现在要判断你John Searle懂不懂英语 OK 行不行 我们做一件很简单的事 John Searle说可以 我觉得我很难判断这一点 如果按照你的中文无论证 这个思想 因为在很大程度上 我不是你 对吧 子非于安置于之乐 对吧 我不是你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真懂英语 你现在给我的指示 那些看似懂英语的表现 我现在给你说了很多很多的话 都是英文输入 有一种可能你根本不懂英语 在你的脑子里有个小人 然后接受了这些信息 然后翻一个规则书 通过这个规则书呢 你知道了要把哪些英文的那些输出扔出来 扔给我 然后欺骗我 然后我就误以为你是真懂英语 所以你的这个汉字乌论证啊 杀伤力太大 你是个严重的怀疑论者 你我会用你的这样一个汉字乌论证 去怀疑身边任何一个人是否懂任何一种语言 这和你的论证的初衷是不一样的 你的论证的初衷是什么 你的论证的初衷是要通过一个论证 显示人和机器不一样 人比机器要高明 所以你的论证要救人 灭机器 是不是 但是我告诉你啊 你做的这个论证最后把人也灭掉了 按照你的标准 人都是不懂英语的 也不懂任何语言的 你这个论证失败了 是不是 比如我举个例子 对吧 你要去 你要执行个任务 你个特种兵 你的战友被别人包围了 对吧 你不能够啊 动动动动动 对吧 直升飞机上 人都没救出来 一直猛轰 把你要救的人和劫持他们的人全干掉了 你现在干的就是够的 所以你的任务 任务失败了 mation fairs 这就是一个论证 这就叫做他心论证 就是从他心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待这个问题 反过来说 正因为我们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种横文 疯狂的观点 认为人本身都是不懂语言的 所以我们用来捍卫人的标准 也可以用来捍卫机器 既然我判断你作为一个活人 塞尔是否懂英语的标准 是判断你是不是有一个恰当的输出输入关系 那么我们用来判断机器是否懂语言的标准 也是判断它是不是有一个合适的输入输出关系 这叫一视同人原子 这就是那个他的论证的核心想法 那么有第二条思路 第二条思路就是 我承认塞尔你说的有一句话是对的 就被试在被关到汉字乌系统里以后 那个被试是不懂语言的 但是我们说的计算机系统不仅仅是指那个被试 而且还包括规则书 包括那些字符 那个字符加上规则书加上被试 它们构成了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是懂汉语 我们可以举其他的一个例子 对吧 比如美国迈哈顿计划 要造原子弹 但要造原子弹这件事情 有上万人参与 真正知道他们在干嘛的 其实也很少 比如像杜鲁门 对吧 副总统 等到罗斯福逝世以后 他做了正总统了 他知道下面有个迈哈顿计划 连他都被蒙住了 国会议员很多人都被蒙住了 很多人在做那个工作的时候 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比如突然有个工人命令 要运几十吨银钉到哪个地方去 他觉得很奇怪 银钉要他干嘛 他们根本不知道银钉这些东西 可能是用来做一些线圈的 而这些线圈对于造原子弹有什么意义 啥都不知道 那么你能不能推出在美国 没有人知道造原子弹是怎么一回事 你不能这么说 对吧 他整个系统知道 你具体的一个个别的人 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但是你整个系统知道你在做什么 最后原子弹就做出来了 同样的一个例子 你仅仅是一个在汉字屋里面操控 这些字符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一个agent 你当然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但是整个系统就知道你做什么了 所以John Sayre的这个论证呢 他们认为是不合适的 你不能够以偏概全 John Sayre的问题是以偏概全 因为其中的一个组织结构当中的一个成员 不知道这个组织结构在做什么 就推出没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这是不对的 还有一种的观点是 John Sayre你说的是你没有办法 你说你计算机没有办法在这些语言符号 和语言符号所代表的外界事物之间建立一个联系 那这个联系难道我们不能给他加上去吗 比如他不知道什么是红的 什么是绿的 我们就可以给计算机加上一个传感器 然后这些传感器可以把红色的图像 绿色的图像传给他 或者给他一个运动的东西 运动的感官 运动的模块 通过这些运动模块和感官 计算机就可以和真实物理世界有接触了 他有机会去到红和绿是什么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文屋的这个论证就不是很有道理 John Sayre觉得这些所有的论证都没有办法 那个真正的难导他 比如他对于所谓的一个机器人应答 我们可以给他装上一个机器人的身体 他会认为即使你给他装上一个机器人的身体 他所得到的那些信息仍然是数码化 仍然是一些巨法形式的东西 这道理是很简单的 如果你要让一个计算机系统要处理一些图像信息 图像信息本身要把它转成数码信息 然后才能够变成计算机可能理解的东西 我们可以想一想以前的那个模拟电视机 到现在的数码的这种电视技术的转变 到了数码了 其实要有一个转变成0101的这个字符串的过程 蒋斯尔恰恰认为这个转换是很成问题的 他认为经过这样一个转换以后 实际上整个计算系统和原始世界的这个原始关系被破坏了 这是他的一个论证 但他这个论证显然没有说服大家 旁边的人就说 还是这句话 你按照这个标准来说 那么我们人类也没有办法和外部物理世界发生关系了 因为我们人类对外部世界的那个了解和把握都是要经过转换的 我们只能够把握那些我们的非常低级的感觉器官所能够把握的那些信息 如果不能够把握的话 我们肯定弄不到 是不是 我们可以想想我们的锥状细胞 感状细胞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是怎么运作的 他的每一个运作的方式都像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型的电器件一样 非常机械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视觉系统中的细胞在一起协同合作 就能够造成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或者是更宏观意义上的视觉图像呢 这是个问题 所以你用来攻击计算机的那句话也可以用来攻击人类 最后把人类也灭掉了 这显然不是塞尔的目的 好 我自己的一个反驳是这样的 我认为以上数条反驳思路已经暗含了对于汉字乌系统的整个论证形式的有效性的赞同 大家都赞成塞尔所说的一个汉字乌系统和整个所谓的计算机系统之间有一些同构关系 正好因为有同构关系 整个论证才得以成立等等等等 我认为好像在一些很根本的问题上塞尔错了 所以这是我和其他反驳者差异所在 我认为塞尔错的地方要比你们想的还要离谱 可能我比他们更极端